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文第二行 从第28月看起 我作佛使 各种补物不善命 所有众生生无果子 皆同一心 注于定据 这是阿弥陀佛本愿的第八段 生活法医 说明往生到极乐世界 所获得的利益 前面第七段 从第18月 一直到27月 一共有十月 为我们说的文明 所得的殊胜功德利益 这个一大段 跟主委介绍过 今天记住 我们看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利益无比的殊胜 那么往下总共有九月 第一 第一 就是28月 我作佛使 故中 无不善命 明上前都听不到 当然 不善的死 不善的果报 绝对没有 哪些是不善 在我们这个世界 不善的死心 太多太多了 像我们每一天 在报纸 广播里面 所看到 许许多多的灾难 这是不善的果报 不善的果报 怎么来的呢 我们学佛的同学 常常读经 世尊告诉我们 是不善业之所感 这些地方 我们要特别留意 夜阴果报 是宇宙众生的真相 我说众生 不说人生 如果说人生 在设法界里面 只有人法界 说众生 设法界 通通包括了 众善因 则得善果 这是真理 是四十真相 西方极乐世界 古报殊胜 是一切诸佛插图里面 都不能够相比 这一切诸佛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我们在经上 也读得很多了 西方极乐世界 是个新兴的国度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成佛以来 才知世界 由此可知 其他诸佛插图 都历经五两界 极乐世界 是新兴的世界 是阿弥陀佛 愿力成就的 诸佛插图 一般来讲 是众生 业力 跟佛的愿力 这样成就的 西方极乐世界 是弥陀愿力成就的 受放世界 这一切众生 与弥陀愿力相应 这才能往生 所以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 我们这个经上 世尊明白地告诉我们 发菩提心 以一相专念 历代祖师大德 根据经教 告诉我们 心进则佛图境 这一句话 跟经上讲的发菩提心 一相专念 一个意思 由此可知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真正的条件 就是心清净 清净心 所感的是佛图 念佛如果心不清净 不能往生 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这是我们要记住 千万不能把佛在经上 说的意思 错毁 到将来 得不到这种殊胜的国报 千万不要误会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骗了我了 我天天念佛 到最后为什么 还不能往生 是因为你 不了解念佛的真正意思 你错毁了佛的意思 误会了佛的意思 只能怪自己 不能怪别人 所以佛在 一切大臣经论里面 常常劝导我们 要深洁义去 可见到佛经 我们读诵 是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熟记经文 修亲尽心 这个我们在讲习 曾经说过多次了 读经是界定会三学 一次完成 监督熟了之后 第二个阶段 求解 不但要求解 佛教导我们 要深洁 洁的浅 还不行 要洁的深 深洁 亦去 亦是经中所讲的道理 去 是经中所说的方向 去向 我们夜班人 学佛 能够做到读诵 就不错了 深洁义去 没有做到 那么我们读诵 念佛 有没有好处呢 有好处 不能说好处 没有 但是往生 未必有把握 那么 那么夜有往生的人 原因又何在呢 那是过去身中 善跟佛的因缘成熟 这一生虽然有读诵 念佛 不解其意 他也能往生 这是得利于过去身中的 善跟佛的 我们要清楚 因此 不解其意 他也能够专心读诵 一心词明 他清净心得到 所以 无论怎么往生 都是心清净 如果我们自己心不清净 怎么不清净 妄想还是多 分别执着还是多 其心动念 依旧是自私自利 依旧不能够 离开明文立阳 无欲六成 那怎么办呢 那就要听佛的话 身解义学 你对佛在经典里面 这些道理 你解得深 解得透彻 自然就放下了 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 这才能放下 放下就能往生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放下什么呢 这个经上讲的 放下一切不善 我们的善根福德就具足了 就达到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要求的标准 尽宗 诸位都知道 待业往生 放下一切不善 这不就不待业了吗 给诸位说 还是待业 你放下一切不善 这是语言 你待的是什么呢 待的是一切不善的习气种子 种子在呀 你们又把它削掉了 还是设于待业往生 这个意思说明 待业是可以待习气种子 绝不待信心 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 我现在还造一切不善业 这个不能带去的 这绝对是障碍 虽然有恶业不善业的种子习气 有种子习气 它不发作 它不起作用 这就能带去 种子习气要常常发作 发作是叫线性 那是你往生的障碍 所以修行 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两个字真正的意思 修是修正 是修理 行是错误的行为 不善的行为 这个佛家将信心 要把这个修正过来 我们念佛才能够往生 这个事情要怎么个修法 我想我们的同修都非常关心 今天晚上 我们原本要邀请 一位天主教的老修女 她最近在看佛经 佛经大概看了相当一段时期了 对于佛华非常敬仰 李牧原居士邀请他来听经 她今天晚上在上课 教别人 这个修女 今年一百零一岁 她是一九零零年出生的 今天两千年 她今天晚上就上课去了 她教别人 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人 我就请 因为他特里木原居士问我好 她在看我的书 听我的奖金的这个录像带 所以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人 我去看看他 看了之后 我非常惊讶 我看他 不像五十岁的人 大概就四十几岁的人 所以要不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你看的时候 怎么能相信 他一百零一岁啊 所以他给我们大家说 他是一百零一岁的年轻人 听说去年 新加坡这个新闻界 曾经访问过他 在报纸上登了很大的篇幅 报道他 我要特别请他来干什么呢 来教我们怎样修学 永离一切不善 他做到了 他一生 他一生 办了十几个养老院 办了十几个养老院 在新加坡 在其他国家地区 连非洲都有 一生 照顾老人 照顾病人 他是一个护士 他告诉我 五十多岁的时候 将近六十岁的时候 他才到英国去学护士 学护理 这个几十年当中 他一天吃一餐 日中一时 他是吃肠素 他是生下来就吃素 闻到昏心 他就吐 这我们中国人讲 胎理素 这个一天吃一餐 他只吃生菜 因为他一个人生活 没有人照顾他 他还照顾别人 生活非常简单 有的时候就吃生菜 怕麻烦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生菜就用水煮 不吃油 不吃盐 不吃糖 这个所有一切有味道的佐料 他统统不吃 完全恢复到大自然 心地清净 一尘不染 我们问他 你发不发脾气 没有 从来没有发过脾气 他告诉我 发脾气 发一分钟的脾气 要三天才能恢复得过来 这个话我懂 我们这个身体 实在讲 就跟地球一样 息怒哀落 都会让我们的生理 产生不正常的震动 我们现在讲地震 不正常的震动 要让这个震动恢复 是需要时间的 恢复正常需要时间的 发怒 这是最严重的震动 大地震 欢喜喜怒 那是小地震 我们现在讲 这个地震分级 那是一级二级三级 发脾气 那个大概总是八级九级十级 一分钟的这个大地震的时候 要三天 我们身体才能恢复正常 所以 你要是常常发脾气 你永远不能够恢复正常 而且越来越严重 所以你受命断除 我看了它之后 我才想起来 从前李老师跟我们说 中国的艺术 不是治病 是将长生之道 按照中国古老的 一书里面 像皇帝内经灵书里面所讲的 人的寿命 至少是两百岁 人和两百岁是正常的 你会保养吗 你懂得养生之道 所以两百岁是正常的 和三百岁四百岁五百岁五百岁都有 人也不是假的 那是完全懂得 调生调心 懂得养生之道 那么你要是活不了两百岁呢 都是你自己把你自己身体造它掉 所以我们一般去访问的人问他了 那你见到这个社会上很多造卧的这些事情 造卧的人 你心里头怎么样感受呢 他告诉我 他看到卧人 看到卧室 就像我们平常在马路上走 看到那些陌生人一样 不走心 一点印象都没有 你们到马路上走 马路上来了去的人 你有什么印象 没有印象 他说他见到一些卧人 见到一些卧室 就像这个现象 完全是剥落印象 他做到这一点 看到你好似善人呢 他会记住 为什么呢 向他学习 所以 这一位老训女 我们常常讲经说 行善 念善 行善 他远远满满 做到了 他非常向往佛法 他问我 他有没有资格做佛门弟子 我跟他讲 我跟他讲 你三规 无界 十善 都达了一百分 我有一丝毫欠缺 你是一个标准的佛门弟子 佛家 中师智 不中行事 他虽然没有行事 他是师智 佛弟子 真正的佛弟子 祝福忽念 龙天善神 我们天天在这里讲 人家做到了 圆圆满满地做到了 一点私心都没有 真的 金刚经上所说的 立一切相 修一切善 一切相 金刚经上讲得很具体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他离了 他真正做到无我了 奇心动念 都是想世间可怜人 如何去帮助他们 他告诉我们 自己几十年没有用过钱 钱对他完全没有用 可是送钱给他的人很多 他说那些人为什么送钱给我 是要我替他们做好事 所以他常常到外面去 看到有贫穷的人 没有钱 叫房租 没有钱 叫水电费 他就帮他交 每一天 为一切苦难众生 解决问题 我们常讲日行一善 他一日总要行十善以上 身心清净 生活那么简单 衣服 从来不买一件衣服 衣服是捡别人旧衣服 人家丢掉了 不要的了 他捡来穿 真的叫分扫衣 为什么不去买一件新衣服 我问他呢 他说我要去买一件新衣服 我看到世间还有很多人 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我穿一件新衣服 穿得很好看 觉得对不起那些苦难的人 人家存什么心 我看他住的房子里面 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自己整理的 喜欢读书 书架上摆了不少书 整整齐齐 他是朝周人 他懂朝周话 懂广东话 在英国念书的 懂英语 华语 我一定会请他到这边来 跟大家见见面 为我们来做证明 人确实可以喝两百岁 李牧原就是说 再喝一杯碎 绝对没有问题 他要化愿 王神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是上上平 哇塞 善嘛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不善明 他现在已经没有不善明 在养老院里面 要跟这些同事们除不好 他总不说别人的过失 他说我自己 不会做人 不会做事 做得让别人不欢喜 绝不说别人过失 不是普通人能做到 六祖在谈经里面讲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这是我们亲眼看到 这么一个人 不见世间过 不见别人过 只见自己过 我们在谈经上 读到的是慧能大使 今天我们亲眼看到 有这么一个人 不见别人过 只见自己过 心里面没有一丝毫不善的念头 这是个真正修行人 热心帮助别人 那一天给我们表演 表演翻跟头给我们看 你看看 所以哪里像是老人呢 他自称呢 一百零一岁的年轻人 翻跟头给我们看 全身柔软 我问他平常生活 他平常静坐的时间多 静坐的时候 一个妄想都没有 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一页 过无不善 所以他完全符合 阿弥陀佛这个标准 只要想往生 那就去了 条件居足 我们应当要学习 怎么学法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对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我 只念别人善 绝不计别人我 只趁养别人善 绝不设别人我 本经 在前面 续份里面我们读过 佛教我们修学 首先呢 教我们善护三业 第一句话 善护口业 不及他过 善护身业 不犯律 善护意业 清净无然 我们看到他做到了 无界实善 他真的是大一百分 我跟李居士谈过了 我们要对他做一次访问 我们给他出一个录像的光碟 向全世界介绍 我们今天讲佛法 有的人不相信 说长寿 大家都高兴 你们想不想成熟 想不想做一百岁的年轻人呢 你要想做一百岁的年轻人 你看看人家怎么做的 所以我们在经上讲 学佛的人不老 真不老 不但不老 不死 一点都不加了 他不怕死 他知道 死了以后会有很好的地方去 缓缓缓缓缓 一丝毫恐怖都没有 自己有把握 也就是心善 念善 行善 纯善之人 纵然不求生西方净土 决定生天 天人不是凡人 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报 在新加坡居然有这个见证在 这么好的证明 他今天晚上是上阔去了 要不然他一定来 他去教人打坐 所以那么那么大的岁数 他的工作跟年轻人一样 还是很繁忙 那么这是我们说出一个明显的证明 增长我们的信心 那么也许有同学怀疑 弥陀经山讲 祈福各土 上午卧道之名 喉宽又识 释诸种鸟 见识阿弥陀佛 于令法音旋流 变化所作 西方极乐世界 有种鸟说法 那鸟不是出生到吗 出生是卧道啊 出生是卧名啊 与真严愿 有没有抵触呢 没有 西方极乐世界的众鸟 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 不是真的 鸟是阿弥陀佛 所以在西方世界 正如鸟门瓶里面所说的 应以什么身得度 极限什么样的身 而为于说法 由于一类众生 见到福 感觉得很拘束 一定要规规矩矩 在那里听经 不敢放异 如果鸟在树上讲经说法 它就可以躺在那里 一面欣赏 这个 那个月树 就没有了 它就觉得很自在了 你看看阿弥陀佛 多多次对 满你的愿望啊 不但鸟说法了 风吹树烧也会说法 流水也会说法 六尘都说法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与祝佛如来 应属一切妙法 从无间断 我们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去 原因就在此地 我们这个世间 要想听佛法 太难太难了 现在这个世间 说法的人太少了 我们很想学习 遇不到这个机遇 所以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 极乐世界的语言 第一殊胜 一切诸佛插图 都不能够相比 佛说法 菩萨说法 善如说法 所有一切 有情无情 通通说法 而且 日夜都不间断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直接得佛的传授 不是间接 这是我们 要想往生极乐世界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原因 极乐世界 寿命长远 所以一身决定成就 不要等第二身 释放世界 我们要想成就 都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 三大神奇界 无量界 我们在这个世界 学生受生 不知道多少次 到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这个麻烦 到西方极乐世界 得大自在 这些都是说明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求 西方极乐世界 真地要求 我们一定要 舍弃自己的 妄想分别之主 这个东西叫业障 不但障碍我们修道 障碍我们开悟 障碍我们种种善行 只要有这些东西在 我们一定造作一切不善业 造作一切我业 果报在散途 所以这个何必呢 天堂地狱 就在一念之间 一念善 感到是天堂 一念窝 地狱就先起 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何必要做 你做窝 你做窝 实在讲 与别人厉害很少很少 可以说是 微不足道 如果是个觉悟的人 你做窝了 对他丝毫没有妨害 就像这个修女一样 你以种种不善的行为对待他 毁谤他 侮辱他 侮辱他 陷害他 他无动于衷啊 他丝毫没有受到妨害啊 害的是你自己啊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修到的人 遭受别人 无辱献害 不但没有烦恼 心里 烦而深 感恩之心 为什么呢 我无时借来的业障 就消了 他加害于我 是替我消业障 我感激都来不及啊 我怎么会有一不善的念头对人呢 所以 真正修到人 无论顺境逆境 善缘 卧缘 都是有利而无害 为什么 境界转过来 不会再受外面境界的影响了 这个就叫自己的成定 自己的一心 不再受外面境界影响 这个一生的道意 决定成就 明文立阳 无欲六成 无动于衷 也能够效法佛菩萨 印记说法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如今随俗 与一切众生 皆善愿 皆大欢喜 我今天下午 我今天下午 五点钟 参加此地 印度教的 丰年节 因为晚上要回来讲经 所以我六点钟就离开了 他们六点钟之后 有表演 有表演 我没有来得及看 他们逢年节做的点心 到的宾科 我也吃了 欢欢欢欢喜喜 一切时 一切处 一切静缘之中 保持自己心地 真诚 清净 平等 这叫修行 这才是真正心无不善 感恩的过土 就是过无不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西方极乐世界 是纯善的世界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过过都是善心善念善心 我们说佛要达不到这个标准 往生就没把握 达到这个标准 往生就肯定有把握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的 其实极乐世界 这些众鸟 佛自己也说起 也说的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如我为此鸟 时事最报所散 这就说明了 极乐世界这些 设法的这些众鸟 它不是夜报身的 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做的 阿弥陀佛用这些方法 来帮助我们 觉悟 帮助我们提升境界 西方世界我们都知道 有司徒三倍教评 有司徒三倍教评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升到极乐世界去了 我们的习期很没断 什么习期呢 文法 好的习期 所谓词方真教体 亲近在英文 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以我们全部的时间精力 在那里学习佛法 等于上学读书一样 从文法里面的时候 才能达到大车大武 究竟圆满的究 这是依我们的根性 所以祖师大德说 极乐世界 终了六成 都是信德之美称 这个说法说得好啊 说得妙啊 如来的信德 也是我们自信 功德的流露啊 下面一运 二十九运 所有众生 生无过者 这两句话要记住 从十报图上上品 到同句图下下品 没有例外的 借同一心 注意定据 一心 是因 定据 是果 所以我们念佛 目的在哪里 一心不乱 这是我们念佛 所以要求的 一心 有浅身 不相同 功夫深的 诸书 诸书大德 在诸书里面告诉我们 礼一心不乱 功夫前的 识一心不乱 无论是识 是礼 过有 全身 等级不同 那么我们念佛 读经也一样 要以 一心不乱 为目标 受到一心 有一些同学听了 就害怕了 为什么呢 一心做不到 做不到 就没指望了 这个法门就不能修了 再去找别的法门 那你就错了 完全错了 深的一心 我们没希望 潜的一心 有希望 最潜的一心 我们常讲 功夫成平 要以这个为标准 所有一切众生 念佛的同学 都能够做得到 问题就怕你不肯做 你要肯做 没有做不到 什么叫功夫成平 这个里头 一分四礼 礼我们不谈 我们讲四 像这个许哲修女 他就得的是四 功夫成平 念佛人 一切实 一切出 心里面 只有一句 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叫功夫成平 求愿往生 就决定得生